最後我們要稍微看一下 這個簡報編輯完了就要怎麼樣 就要拿來用啦 所以呢 你不用存檔 因為它是雲端的 所以它其實會怎麼樣 自動幫你做存檔的動作 會自動幫你做存檔的動作 你可以從上面這裡 手動存檔也可以 在這邊 那如果你做好了之後 你可以回到你的Place 在這邊 我回到我的第一頁 它自動就存進去了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剛好做兩個 一個這個一個這個 對不對 但是預設的話 它都是什麼公開的 所以你會發現 我在這邊並沒有鎖頭 有沒有 好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你先點進來 點到它這個簡報裡面來 好 好進來了之後 如果你想要把它 藏起來的話呢 請你來這裡按一下 好看到了 這裡有分成所謂的四種狀態 四種狀態 一個 Pubbing 最單純的就是直接公開的 好直接公開的 那再來一個叫Reusible 這個就有點像說 我今天公開只是給你看而已 但是Reusible代表說 這個範本可以怎樣 借別人用 別人不用重新編輯 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這叫做Reusible 所以這個是最高的 再來 Hidden Hidden跟Private 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私人的是完全不對要公開 那如果各位有上過我們 上一次那個叫雲端令碟 我們現在很多雲端令碟 是大家是不是來教 就是當作分享檔案用 所以會有個連結 對不對 那這個 Hidden指的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知道連結的就可以進來 不用帳號密碼 可是它不會公開在外面 也就是你一定要知道那個連結才能看得到 可是它並非是私人的 也就知道這個連結就可以用 那如果你是設成這個 就表示我是完全不對要公開的 這樣大概了解了 所以你的權限如果設了在這邊 假設我是要變這個 它就會有一個鎖頭 當然你可以從這邊直接去跟別人分享 比如說我指定哪一個人 就只有那個人可以看 那個人可以看 好 OK 那這個好了 我先離開 有沒有發現設好了 不用按存檔 這邊就有了 就有一個鎖頭了 第二個 你的檔案名稱 因為預設進去 你並沒有一個檔案名稱 對不對 所以你要編輯的時候可以從這邊 下面這裡直接來編輯它 這裡可以打中文 這裡可以打中文 所以這是第二個 你權限設好 檔案名稱從這邊編 再來呢 別人 如果你的網路不是那麼OK的 對不對 或速度不是那麼理想的 還是根本就不能上網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那下載下來有分兩種 一種我們稱作所謂離線簡報 其實這個有點類似 我們PowerPoint裡面有一個功能 各位在PowerPoint裡面 有沒有用過的功能叫封裝成光碟 你們都沒有用過 因為會遇到幾個問題 你們在PowerPoint的時候 會遇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 如果你有用特殊事情 請問別人電腦裡面 有沒有跟你一樣的事情 是不是有可能沒有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用封裝成光碟 它就可以有一個選項 就是我要不要幫你把字型包進來 字型包進來 字型包進來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你有用到的我才包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管它的 整個字型抓進來 第一種方法 只能看不能改 因為它只有包指定的字型 第二種方式 就是雖然可以改 但是檔案會比較大 檔案會比較大 第三種 封裝成光碟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 有些時候 可能有不同的同學 我的簡報 不同人做的 但是我簡報是要照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是不是要照那個數據開始播 還是說你是屬於 所謂的成果發表 那我可能有一台機器 放在那邊 就自動播放的 就照著那個指定的簡報 出去播放的 這個時候就要用封裝成光碟 這樣瞭解 這個PowerPoint內建的 從應該是2003開始就有了 好 你可以參考 我們這邊也是一樣 如果你是叫Present 就是說離線簡報 只能看不能改 只能看不能改 那對了 剛封裝成光碟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萬一你用比較新版本的PowerPoint 可是舊的 你拿到的那個 你要簡報的地方 是比較舊版本的 它會順便幫你 幫你包住一個叫做 PowerPoint Viewer 就是只能看不能改的版本 這個一樣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你是它的 就是我們剛講的 有桌上版的 對不對 你也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它的原子檔 直接在你的桌上版的軟體面 直接用 不過原則上 我們主要是第一個 第一個 所以你把它下載之後 就OK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我現在用的 這個就是離線版 我給各位看一下 它大概長什麼樣子 這個 你下載好之後 它會像這樣打包起來 你的內容會放在content裡面 所以你裡面 有那個圖檔 Data 字型 它都會放在裡面 好 那你只要直接執行 這個就好了 外面這個 這個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它就是直接打開 一般來講正常的話 應該這個內容差不多 在50幾MB左右 就是包含那個播放器 好播放器 除非你的內容會比較大 不然正常 這個是已經解開來的 它下載下來的時候 大概是50幾MB 你解壓縮之後 差不多是100多 100多 但是如果沒有解壓縮的 大概是像這樣 有沒有這個是45 這樣了解嗎 這個是沒有解壓縮的 這是解壓縮出來之後的版本 它壓縮率 它有把它弄得比較高一點 比較高 所以這個是 就是萬一如果你要跟別人分享的時候 你可以使用的 可以使用的一個 應該說是下載下來 就是自己要簡報 那如果說 你這個範本 你覺得我現在這個簡報還不錯 我想要用這個當作是 另外一個簡報的Sample 你可以直接就是複製 你不用每次都從新的範本 或是空白的 我可以拿這個繼續修改 這叫Save and Copy Save and Copy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 那當然你要放到網頁上 然後要跟別人分享 就是透過這兩個 這樣大概清楚了吧 這個是主要 可能大家比較會有機會用到的 另外還有一個可能 你也許會用到的 因為有些人 他會想要把這個內容印出來 對不對 有些時候 你說要簡報的時候 我們研討會 是不是大家都印那個 可是說真的這個 這個雖然可以用 但是我沒有很建議各位用 是因為 你看 這樣一印 有沒有很多張 所以我用另外一個方式 我用新制圖 就印給你一張 比較環保一點 其實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 他其實印出來會長得像什麼 就是在你左手邊這個 他會照這個 一張一張變成一個pdf 一個slide 跟我們真的簡報一樣 就一張一張的 那這個呢 就會變成一張圖片 一張圖片 那pdf裡面就包含這些內容 只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用 建議各位你在用的時候 最好 每一張都是注意一下他的位置 像這個sample應該比較沒有問題 第一張是這樣 第二張 有沒有都是很完整的 但是如果像有些時候 我們要自己 我們在這邊不是有自己自訂嗎 對不對 如果有些時候 你的縮放範圍可能是這樣子 那旁邊就會被切到 或者會多看到下一頁的內容 可能效果我就覺得不是那麼好 如果說你真的要這樣 就是位置要稍微再挪一下 那你看 要下載那個 必須要在編輯的狀態之下 你看右上角有沒有share 右上角這裡 有看到download as pdf 他沒有做在外面 他就是在你進去編輯的時候 才會看到右上角這裡 所以他做的比較裡面一點 這個位置可能要稍微 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比較不會錯過了 你看我們剛在外面是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邊download沒有 你看我點了就是這兩個嗎 你必須要進到什麼 編輯裡面就是edit裡面 進來之後 在這邊 這裡 右上角才有這個選項 才有這個選項 這是比較容易忽略掉的 至於播放的小揭曉應該還好啦 應該還好 各位平常在用的話 最重要的要會看右手邊這裡 還有用下面這個地方 你如果要回到首頁就按這裡啦 有沒有這樣就回到首頁了 就是你第一個頁面 那平常其實我比較常會用這樣 因為我可以很輕鬆就到那裡的 滑過去就會看到了 有沒有 滑過去就看到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點 假設我在這邊點一下 他就直接跳到那一頁 這個在我們的跳頁上 應該比PowerPoint來的簡單一點點 也比較視覺化 也比較視覺化 所以主要他就是在這邊 那當然你說這個放大縮小 直接用滾回就好了 就不變的一定要用那個 好 那我就把他們還給各位囉 所以你可以先找一下 我們剛剛幾個部分 第一個 權限 你要不要都要公開 這個你點到 你回到最外面 就Place.com那個 最外面你的簡報裡面 就可以看到 你剛剛編輯的 他已經自動把你存下來了 已經自動把你存下來了 那你只要點到那個簡報裡面 就可以看到 在右手邊 可以設定他的權限 再來就是要下載 把它下載成一個執行檔的 所謂的離線簡報 該怎麼下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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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